萬聖 從剛才我們進來店面到現在 真的都是滿滿的花生香 我現在終於可以品嘗了 我就先從這塊傳承百年的花生糖開始品嘗 我發現這個花生的大小 這種給人震撼的感覺 是當你要品嘗的時候再一次看到又會被驚驗到 因為真的很大顆 我們的花生就是採用我們台灣最好的花生 對 本產的喔 是本產的花生 這個等級應該是只有我在飯店才會看得到 那我就先從它開始品嘗囉 好 花生呢 它的香氣啊 除了聞的時候可以聞得到之外 它咬下去的那一瞬間呢 立刻又爆香開來了 加上你可以吃得到花生它外皮的味道 其實你們的外殼都是有流著的 是 所以說那個皮也會有一點點不同的香味 是 那其實我在吃你們花生糖的時候 還發現了一件事就是 一般吃花生糖你都可以看到厚厚的麥芽 但是你們這一塊呢 卻完全不太一樣 因為正面看起來還好 背面才有麥芽 你們的比例跟以前的差別是哪裡 對 你這個問得很好 其實以前的老一輩花生糖 他們的比例糖它大概會是5 那花生是大概5 就5比5這樣子 但是以前的人 是吃偏比較甜一點 對 以前花生糖你這個產品 你如果沒有甜了 不甜的話 其實是會被罵的 對 那現在的人注重養生 比較沒有吃那麼甜 所以我們在 花生跟糖的比例調配上 我們做一些調整 對 我們沒有55 我們可能來到可能4 甚至到3 糖量只有4或3 那為了就是因應現在的養生這樣子 但是這樣也等於是不惜重本 因為花生成本會比較高一些 這樣子 但是這樣會比較符合現在人的口味 那我接下來就來品嘗我們的花生捲囉 我發現你們的花生捲它也好大一塊喔 是的 它的口感跟剛才我吃的花生糖完全不一樣 是的 我覺得它吃起來呢 對我來說口感很特別是我意想不到的 因為它口感很綿密 然後很柔軟跟濕潤 是的 連花生香的味道也不太一樣耶 沒有錯 它其實要創造出這個口感 必須要反覆不斷的碾壓 對 然後它其實還有另外一個稱號 叫千層花生捲 顧名思義就是它經過一層又一層的堆疊 好像是那麼多很多層的那個層次的感覺 所以你咬起來 你除了有滿滿的花生香 在嘴裡面醞釀以外 然後更特別的是它那個口感 非常特別非常綿密 其實我很喜歡它這個千層的口感 因為剛開始咬下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點紮實 但是你一咬下去之後 它就慢慢的散開了 沒有錯 它其實不會很難咀嚼 就像是你們說的 因為你們為了要讓牙口不好的長輩跟小孩品嘗 是的沒有錯 可是我覺得呢 應該各種族群都非常喜歡它 對 是的沒有錯 那接下來我來品嘗這一項 這應該就是芝麻風味了吧 對 芝麻 那黑芝麻也算是滿特別的一個產品 對 可以吃看看 因為芝麻它跟花生呢 有點雷同的地方是 他們的油脂含量都很高 很高 那其實一看呢 就會知道它品質很好 因為它有一點油油亮亮的 應該就是代表它這個油脂有釋放出來吧 是的沒有錯 沒有錯 我覺得它的口感也非常的特別 因為它的口感呢 你可以吃得到小小顆的這個芝麻 慢慢在嘴巴裡頭這樣子咀嚼的感覺 是的 然後呢 芝麻它有點微苦微甘 我覺得甜度上呢 也不會太甜 是的 這一款應該是很適合長輩品嘗的點心 因為芝麻非常養生 對 非常養生 黑芝麻 它本身的蓋子是牛奶的十幾倍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養生的食品 對 萬生我聽說呢 你們這裡還有一項超人氣的季節限定產品 就是這一杯了對不對 沒有錯 這一杯是什麼樣的冰沙呢 來 我來好好為妳介紹 這個叫花生糖冰沙 花生糖冰沙 對 顧名思義就是利用我們整顆的花生糖 然後直接調配完美比例的冰塊 現打製作 對 它其中不用加任何的東西 它就是冰塊跟花生糖 就可以製作出一杯 非常濃郁的花生冰沙 而且我覺得最可愛的地方是 你們上面還擺放了一片 很漂亮 翠綠色的香菜 對 其實不要小看這個香菜 這個香菜有一點 畫龍點睛的味道 你等一下吃看看你就可以感受得到 我覺得它就是一看 就是我們台南在地的飲品 因為台南我們常常可以看到 花生跟香菜的組合 是 那我就來品嘗看看囉 好 它好特別 因為我吃到花生的顆粒 然後跟那個冰沙的冰沙這種 結合在一起 你會覺得它的花生香非常濃郁 沒有錯 其實我們這一款花生冰沙 跟外面的冰沙 也有很大的區別 對 其實一般外面的花生冰沙 它是直接用那個花生醬 然後下去製作成花生冰沙 那這樣會有一個問題就是你酒放之後 它會有一個 呈現一個有水分離的一個狀況 對 對 那我們花生糖冰沙不會有這個問題 對 因為我們是用我們整顆的花生糖磚 下去打的 對 那也 這就是因為我們花生糖有煮過 所以它比較不會有這個油水分離的情況 更重要的是 它一樣傳承了花生麥芽糖裡面的獨特的香味 我覺得它最厲害的地方是 這是我第一次喝到 可以嘗到花生細顆粒的花生冰沙 然後我吃到這個香菜的香味了 跟大家說香菜非常厲害 因為花生它很濃郁 那大家就會擔心會不會喝起來膩呢 這時候這個香菜就是有解膩的效果 是 沒有錯 沒有錯